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海峡论坛的贺信也提到了 国家好 民主好 两岸同胞才会好 那其实我感觉这个真的是说的很真切 覆巢之下无完卵 我们都不想要战争啊 我们都希望和平啊 我们都希望两岸的经济能够更好的整合 让老百姓都能受益啊 对所以呢 我的理解啊 这是两岸之间 我们民间的交流一定要这个起来 一定要更加的紧密 那绝对不能够受到这种外部的影响 那我们才能够一起携手 共建我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那谁欺负我们 谁要干涉我们 我相信啊 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反抗和反对 要为我们自己的幸福利益来着想